新学期开始 很多家庭都开始烦恼孩子的助手机 尤其是对绝世家庭来说 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最近有一位身心人数 从这节目形加到的晋档 关于婚姻家股中心 在家庄人店里有没有店家 都来乡亲公家 当时又有发起爱心活动 买着社会爱心 做会来帮助绝世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好好安心来完成学家 家庭中心的社工 将在那里做型的鸡蛋打开 并且看看里面的鸡蛋 这是中心最近受到的爱心性化 虽然有丹瓜档 整理起来也不太轻松 但是社工人员都很高兴 因为有了这些钱 稍微做核心就可以安心脱脱了 三个铺满罐都完全是充满的 那像平常也有一对夫 他们也都是用竹竹罐子 他们都满满的 三十几年的这个当下 没有报过这么重 一次这么重的银币 虽然是金额大小不一 但是都是他们的一份心 这厨就赶紧没看多长 尤其当地的店家来收听 众朋友买收购的爱心 全所管给家乎中心 甚至还有人一厨就管了一千块 也让我们看到社会充满温暖的一面 他们加过一块钱的话 我们就叫他说 直接帮我们捐在银银箱里面 他知道说我们是要投在里面的话 那他有时候他会再多投个十块钱 或是说他可能他身上可能还有剩下几块钱 那他就顺便之后一起就把它捐在银箱里面 分年家乎中心每年所需要的资金就将近五百万 没钱就没得了一半的金费 所以也希望社会带众共同来响应 这会成为留学下族就赴到追求望胜的阻力 谢谢这些店家可以响应我们的那个 掏到国家零钱的助学金的活动 捐款虽然都是零钱 可是可以累积到两万四千多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不容易的一个捐款 那可以抛砖引玉 然后让大家一起响应来帮忙我们这些弱势的孩子 可以开心的助学 然后去圆他们想要飞翔的梦 五块十块虽然没算多 但是团结二両大 教大家五星 相信就是舒服做小孩 最健康还有来的邀请 记者刷上林 彩虹博德